6點多,又來到屏東車站 那今天準備從屏東車站走往鳳山車站 那我的第一個目標 是要先走往屏東河濱公園 前方這裡是台三線和台一線的交會處 那也是台三線的終點 436.3K 這裡就是台三線的終點 那台線是這樣過來 掰掰 原本計畫走前面的河濱公園到88號 通往河濱公園的入口 被鐵柵欄圍起來 那又不想走台一線到鳳山 所以我改變計畫 那Google了一下 這個導航說可以從這個河岸邊走往88號 有時候就是這樣 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 當下雖然是無奈 但是你還是必須前進 所以只能相信這是最好的安排 加油囉 開始沿著這條河溝的旁邊走 那這條河溝的名字叫做崇蘭鎮 網路上有寫說 從台一線是比較危險 那從88號道路 它的旁邊有人行道 所以安全性高了許多 那目前看起來走水準的旁邊是很不錯的 前面是萬丹香 不過我們要右轉 太陽出來了 開始感受到它的威力了 高平溪左岸 上面有步道可以走 我們就從這裡上去囉 這裡有一個小土地公廟 那這裡不曉得是起點還是終點 那我們就走看看喔 No.1 加400 下北村 往萬丹 這邊如果道子都成熟了 其實也是一個忘憂湖啦 那前方這裡就是88號道路萬大大橋 沿著高平溪左岸的提安步道 我們一直走到了接近的這個88號道路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從它的橋頭走旁邊這個人行步道到對岸 從這裡下提安步道了 萬丹香 倫頂社區傳統文化產業 這個長板凳的故鄉 你看它上面就是 都是這個裝置的長板凳 這邊剛好是一個懷舊館 裡面有長板凳的裝置藝術 有許多的長板凳 188大寮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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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是要從這裡上萬大大橋 過高平溪囉 我們剛剛就是從提安步道 走到這裡下來以後 從這裡 繞過來 上來這個 188線道 188萬大大橋 所以中間這邊是台88線啊 那左右兩側就是188線道 進入高雄市的範圍囉 我們要從這裡下萬大大橋囉 下橋以後要到對面才有道路可以下來 下橋以後要到對面這邊才有路可以下到平面道路 高雄鳳山都是往左 就是沿著188線道啦 沿著台29線也可以啦 那剛好是高平溪的右阿 那我們還是來走提安海 那過了萬大大橋以後 我是要到這個鳳山的 東邊門 也就是同一門 那過橋以後沿著台29線 剛好也是在這個高平溪的右岸 所以我們就沿著提安往前走 那這邊都是工業區 這裡有一個模型遙控汽車的場地 原來剛剛走的這邊是高平溪自然生態園區 那我們繼續往鳳山前進 走進來工業區囉 這個工業區叫河發產業園區 河發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河村技術學院 鳳山執行 這個是大寮區流球社區的自行車步道 台25線鳳山往右 台25線鳳山往右 進入鳳山區囉 東邊門到了喔 東福橋 東邊門又叫庞宇門 東一門過來以後 這裡有好幾間帕梁町 所以又稱為打鐵街 帕梁町 帕梁町 那邊也是打鐵店 那打鐵街過來這個三明路呢 整條路幾乎都是在賣傢俱的 所以是傢俱一條街 鳳山佛教聯社 這個很大喔 這個都是在賣傢俱的 這個三明路 有一間這個雙池店 也是很大間喔 這是千宮廟 這裡的廟宇都是非常的大 鳳儀書宴鳳明街左轉 這個是城隍廟 城隍廟的旁邊才是鳳儀書宴 入口在這邊 66塊全票都貸39 那我就不進去了 外面拍一拍就好了 這個是平城炮台 這個是平城炮台 接下來來到了鳳山車站 鳳山車站正在改建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結束行程 下次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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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